醋是我们厨房里面一种非常常见的调料品 在做菜或者烧汤的时候 滴入几滴食醋 色香味全都有了 除了烹饪肉 醋的保健功效不能小觑 不论是在李时珍的拌草钢木 或是孙思鸟的千斤药方中 均定用醋制并的记载 长颜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经常吃点醋 可以享受这五大功效 用醋增加菜肴方案 减少用盐 能降低脂力化高血压 动脉硬化 关照动脉心脏病 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有研究数据发现 每天坚持饮用一大勺醋 可以刺激人体的血管细胞分泌一氧化氮 它能起到扩展血管 保证血液畅通的作用 主要也能降血压 食醋还有增加食欲的功效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的食物里 加点醋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醋还能刺激人的神经系统 增加脱液的分泌量 促进食物的消化 醋的主要成本是醋酸 具有很好的抑菌和杀菌作用 病菌在酸性环境里不易生存 如甲型烈球菌 瘤感病毒等常见的致病菌 都能在酸性环境下被抑菌或杀面 所以醋对呼吸道疾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肌肤难免会出现老化的现象 中文 松石 发黄等现象也在所难免 醋中的乳酸 阿基酸等化合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延缓肌肤衰老的作用 食堂吃些醋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让肌肤变得光滑亮节 醋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 可加快有氧代谢 有利于清除沉积的乳酸 运动后合一小醋 可以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 醋好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正确吃醋 吃醋也是有讲究的 一 空腹不吃醋 二 一天最多饮一到两杯吸醋 华氏吃醋 醋好黑豆具有美容 简单 肾 荧幕 无法功能 对改善进食等眼部疾病都有很好的作用 做法 一 把洗净亮干的黑豆 放入炒锅中中火干炒 二五分钟后 能闻到一股豆香味 并听到啪啪的声音 这是黑豆在爆皮 在皮豆爆开后 转小火再炒五分钟 三 放入容器中 再通风处晾凉 四 把亮亮后的黑豆 放入一个有盖子的容器内 倒入可以没过豆子的醋 什么醋都可以 五 大黑豆把所有的醋都吸收了 就可以剩盘了 加上蜂蜜 饭鱼即可食用 吃法 一次不用多吃 量三颗就可以了 但要坚持食用才有效 醋与花生的天鲜盆是科学的 由于花生米含有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克脂肪酸 而醋中的多种有基酸 恰好有助盐力生香 搭配食用可降低血压 软化血管 减少胆固醇的堆积 做法 一 用花生米最好是新鲜的 生的五十克 二 放到可以密封的罐子里 倒入米醋或陈醋 三 醋要没过花生米 盖上盖子 密封好 放到阴凉处期的时间 四 大概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吃法 一天不要吃多 一小少乳倒是立即可 坚持吃才有效果 但是注意的是 吃后一定及时入口 否则对癌吃不利 醋泡将能保持脾胃功能正常 脾胃功能正常 很多健康问题就能一人马儿解了 做法 一 生姜切片 二 把切好的姜片放到一个罐子里 倒入米醋或陈醋 三 醋倒满 莓果生姜 四 吃一小块保鲜膜 折叠成一小块 五 把叠好的保鲜膜包裹在罐子口上 六 盖上盖子 密封结实 放到冰箱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吃了 吃法 东西虽好 但不要怕吃 哦 每天二到四片 早晨吃最好 长期食用 效果最好 便秘的痛苦 得过的人才知道 神醋中含有氨基酸和大量能促进消化功能的酶 能促进肠的蠕动 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 吃法 如果便秘了 那不妨每天早上准备一勺蜂蜜加十滴神醋 混着开水空复合下去 付出一个星期就会有效果 做法 1-取新鲜黄豆 2-350克 油脂米醋约一征 2-黄豆洗净放入黄口瓶里 黄豆的量 不要超过瓶子容量的一半 3-加醋倒入瓶中 淹没黄豆 黄豆涨起来后 需责添加醋淹没黄豆 4-放到阴凉处泡至15日 吃法 这五类人要远离醋 1-对醋过敏者及敌血压者既用 2-副结表方案的中药是不宜 3-能收敛 从而干扰中药的放汗结表作用 3-正在服用某些新药者 比如碳酸氢纳 氧化率 类数平等的患者 都不抑或过多时醋 4-骨折的老年人避免吃醋 醋能软化骨骼和脱感 影响断骨愈合 5-胃溃疡和胃酸或多患者不宜 醋不仅会腐蚀这类患者的胃肠粘膜 而加重溃疡病的发展 选择醋的时候 要选择琥珀粉或红棕色 酸类柔和 回味绵长 不算 5-意味 无旋服物和沉淀的喵造食醋 对质的醋是用冰醋酸加水对质的 冰醋酸是从石油中体炼出来的化学物质 对人体没有营养保健作用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